乖乖们 现在捏一捏自己腿上的肉肉 问问自己为了夏天的小短军 你努力了吗 今天小王瘦腿课堂继续一列 教大家怎么不用运动就可以速腿 首先呢你需要准备一瓶你喜欢的按摩油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 它这个里面呢是有粉红胡椒油 分解脂肪能力是咖啡因的8倍 所以呢它瘦身燃脂的效果就特别好 另外里面还有杀鸡果油可以去水肿和排毒 它这个牌子呢是欧树丹旗下的一个品牌 所以呢它的牌子和成分都特别安全 然后就一直用它来按摩瘦腿 也喷一点在我们的手心 它这个味道呢是带有一点草木的清香 用手把它揉搓热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用这样的手法从脚踝处往上按 手一定要用力 小腿肚可以多做几次加速我们血液的循环 大腿呢就直接这样揉搓 然后往上提拉大拇指和食指用力 按摩到手上的油吸收完就OK了 我这个油吸收的蛮快的 然后也不会黏黏糊糊的 还可以搭配我们的按摩器使用哦 按摩完之后感觉腿热热的真的变紧致了 第二个动作就是敲胆筋 在大腿外侧有一条胆筋 就是裤缝线这一条 找到这四个点 然后握拳敲四下 一共要敲五十次 这个动作呢可以提高你的代谢能力 平常呢我就喜欢这样在家 边看剧边按摩 然后按着按着就感觉自己的腿下 含剧女主角一样细了 我已经这样按摩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腿真的瘦了一点 这两个瘦腿的按摩手法 和我这个媒体又搭配起来 真的是懒人瘦腿的绝招了 不结实也不运动再粗的腿 小红书